Hi 我是肯恩 今天我们来开启一台性能 真的是focus 上性能的手机啊 刚刚才发布不了 登登 看到合纸吗 OnePlus 这一台就是OnePlus 11 如果你是熟科技的话 你知道OnePlus这个名字啊 你就知道是不一般了的 讲究打game 性能 处理器这些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懂这个品牌 尤其是这一台手机 所以这个set里面有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手机本身OnePlus 11 第二就是耳机 OnePlus Plus Pro 2 两个都是新出的 这样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我先从手机开始讲机 开始 是昨天的 叮叮 听不o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OnePlus的DNA 是真的很像一下的 叮 OnePlus 10T 叮 OnePlus 11 虽然镜头模组一个圆形 一个方形 但是我那个设计 Santa Cruz 也是看得出来了 它是一样的 尤其是镜头的位置 再配上一个黑色的镜头 你看那个变式度 出门你一定认得到它 特别提提镜头的位置 为什么突然从四方形换去一个圆弧形呢 听说是以黑洞为灵感 镜头和边框衔接的位置 用上了不锈钢的材质 所以变成了一个K字 诶 这边 它们叫做K光影 但是我自己看我觉得很像一个 笑气胶卷的样子有没有 其实到这边我已经觉得很漂亮了 因为它已经融合了我最喜欢的 玻璃再加不锈钢的两种材质 但是我发现它的镜头里面更加漂亮 除了Hazerblad合作的logo 它是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 它好像晚上看星空的样子 最后最边边的位置 也有好像手表的指针刻度 可是有点太假 我怕我看起来好像拍不太到 没有看到吗 法式真的很美的 这些完全就是男朋友都受不了心 外面11它是有两个颜色的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黑色 两个颜色都是用了不同的材质 比如说我这个青色 是AG 亮面玻璃材质 它是比较shy 高级感的 我拿着拍照可以很容易做到反光的效果 感觉就好像在镜上看到 因为Polish到好亮的抽的那个feel 缺点就是指纹看得见 像黑色版本它就是MAT 护面材质的 我是没有拿到啦 但是护面可能就是比较抗指纹 而且手感抹上去也是比较滑 护面还比较滑 嗯 它是 另外旁边这个三段是开关 button 有在这个是万化素这些一起来的特色啦 OK 外观大致上就到这边啦 接下来哦 我要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讲它的重点 就是性能啦 到底它是一台真的还要流头 还是低配高卖的手 首先处理器 Snapdragon 8 Gen 2是跑不掉的啦 2023年的上半年旗舰机没有意外的话 都会是用这个最新的8 Gen 2 RAM的话是用上最新最快的这个 RPDDR5X内存 一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8加128 一个是16加256 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别哦 除了那个8跟16Gb之外 就是储存空间的读写速度 128Gb用的是UFS 3.1 256Gb用的是UFS 4.0 代表说比如我们开照片、影片 App的时候拍照、拍影片 录的那个速度就更快了 快多少 4.0比3.1是快了 猪猪 100% 嗨,还100% 机身正面6.7寸2K122 Samsung的OLED屏幕 整体的色彩我觉得就是万化习惯的本身 它不是很鲜艳的那种 属于比较正常的 边框的话不是特别窄的 黑边还是有一点厚度的 这次这块屏幕的亮点 就是用了全新的LTPO第三代技术 可以做到从1Hz到120Hz刷新率的自由切换 是不是不明白咧 我简单解释给你们听咧 当我没有滑动 不需要用到高增率的时候 它会变成1到10Hz 当我玩游戏开App 需要用到高增率的时候 它会变成120Hz 这个变整是自动的 而且跟我手指下去一滑 几乎是同步的 过程顺顺去 基本是feel不到它有变的那个感觉 实际体验 比如当我刷飞出IG小红书的时候 它一滑动立刻变成120Hz 停下来看又立刻回去10Hz 再一滑动又回去120Hz bilibili fullscreen看video的话会掉下去60Hz youtube的话 fullscreen看就会掉下去30Hz 而且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信息跳进来 它又会跳回上去60Hz的我 整体开关Apps啊滑动啊 Restuck啊其实都有非常流暢的 有一点很值得称赞的就是 OnePlus 11的它的Always On Display 它只有1Hz罢了 这边的意思就是哦 越低越好 因为Always On Display是24小时开着的 所以如果你低帧率的话 它就越省电了 游戏部分我先说我的测试结果 打了一场原神 还有一场王者荣耀之后 原神大家都知道 目前只有自带60帧的一个帧率啦 在最高画质跑了30分钟之后 得到了一个平均帧率59 而且因为有稳帧技术 所以跑图打怪做任务的时候 都可以咬紧60帧不掉 好评 同样王者荣耀30分钟 性能模式下平均稳定在120 可以说是满帧运镜 接下来就轮到了这颗 传说中的黑色Blux 摄像头啦 主色Sony IMAX 890 50MP 摄像头 我本来以为它会上一秤大底的 因为2022年底 小米啊 vivo都已经上了 估计2023也是会有很多期间 就会上可惜它们有 另一颗两倍的人像镜头 就是Sony IMAX 709 传感器的 还有一颗超广角镜头 Sony IMAX 581 颗 第一张样张 食物照前后景分明 虚化非常自然细节保留得很好 过关 找到了一辆旧巴士 因为当时接近黄昏 照片出来会有亮有暗的地方 但是我One Plus Eleven 对于暗部的处理 做到了足够的丰富 不因为照顾过暗 或者是过量造成对比的不平衡 这我觉得蛮平衡一下 开个两杯变脚弦 电影感直接出完来哟 来看看这照片 是Hasselblatt独有的大诗人像绿晶牌的 一共有三种 顺序是圆图Original 大诗童话是偏暖色系的 大诗人像有点清晨色调 和大诗风光冷色系 同样的filter我也私下拍人 以为会很好看 发现我错了 我不是年轻轻就是黄脸婆 算了啊 绿晶这东西 看情况了还是 值得称赞的地方来了 Portrait模式下拍人的话 哇 好看耶 人和背后的虚化效果 计算得很自然 听说有一种复刻了 哈树经典的XCD30mm 和XCD65mm两颗镜头的虚化感觉 虽然不是100%感情啦 但是整体设计要加上光影处理 是非常有电影感的 后来我又偷偷用大诗粒镜拍了 这组法师发光照 真的很绝 我完全没有调色 除了效果 可以直接泡小 有一种非虚的既视感 法师上面的光也尴尬好 没有过曝 那那一光照又怎样呢 依然很有电影感 可惜放到来看 那样还是会有焦点 还有油画到辣相的地方啦 而且人也还有点点走色啦 但是不得不说 150度广角下 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奇变哦 看了这张照片之后 我觉得这次Wafu 11 加哈树给我的感觉 就是比较真实 很明显可以feel到 它想尽量给我最自然 最真实的画面的色调 对于我这种不太喜欢 over油画过于鲜艳的人来讲 我是蛮喜欢的啦 但是我的丞相啊 绿镜啊 细节啊 什么都好 唯独我觉得少了一颗中长角的镜头 就是三倍zoom这个东西 三倍zoom它是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就是拿来抓拍人 或者是可能你节拍的时候 可以拍出一些不一样的角度的构图 但是它没有 它只有一个两倍zoom的人像 所以我觉得可能OnePlus新年是要focus on your portrait 有啦好的镜头都在逼过 OK前面讲到几厉害几厉 这样充电部分怎样咧 5000号暗电池配100W 充实测10分钟可以充45% 25分钟可以充90% 不到半小时 charge mark 总结哪一些人比较适合这台OnePlus 11咧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台比较偏向 讲究性能的手机 这样什么人会比较讲究性能咧 我觉得是难分啦 毕竟我这种人就是比较肤浅 是看外貌的嘛 所以你觉得他不美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个男生 所以你觉得他不美咯 他美 再来就是想要玩游戏的人 追求高性能 高画质高整理 OnePlus 11的性能 我觉得是Android界的天花板 好啦 手机大概就讲到这边啦 接下来就 轮到它了 OnePlus Buds Pro 2 这是一台要跟OnePlus 11 一起出一起开卖的 博物 颜色也是跟十一模一样样 头款绿色一set的 配上这个磨砂材质 摸起来是很有质感的那种feel 这一台耳机咯 是跟著名的音响品牌 DAI Audio 一起推出的 所以盒子上面很明显 可以看到这个DAI Audio的logo 直接就印在上面了 噔噔噔噔噔噔 它里面是长这样子的 外形咧跟地带差不多 磨砂机身加亮面烤漆双拼 看这个是有点个性的 耳机重量4.9g 操作的话还是按这楼币来操作 OK 现在我们来连接我的OnePlus 11看看 DAN 里面咧就有三个模式 就是一般耳机都有的 降噪 关闭 通透 通透的话就是带着耳机 你都可以听到别人讲话 我这边开了通透之后 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外面的声音 我稍微对比一下 别的品牌的耳机的通透模式 都没有太清楚 可能这个是OnePlus本身的油画来的啦 降噪的话这次Buds Pro 会有点意思 它可以做到最深哦 48dB的降噪声度 而且一共它有4颗降噪麦克风 虽然是降噪耳机里面比较上流的水准 我自己就有去测试了 在LRT 马路边的开降噪 基本上我这个降噪声 我是完全可以满足到我啦 因为我不是一个中度用户 但如果你不要default的这个降噪声度的话 你可以按旁边这个个性化降噪 它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耳道 去做一个优化的 这次Buds Pro的最大亮点呢 我觉得是支持Android设备的这个 镇空间音频 也叫做Special Audio 你音乐来的时候 你转动头部 你就可以感受到 好像来自四变八方的声音 这样子涌涌涌涌涌去你耳朵 硬件方面呢 它放了两个单元 其中包括11mm的低音单元 还有一个6mm的高音单元 主要就是给高音低音中音 做到一个更好的表现啦 反正呢 我是带了它试听很多的歌 人生该柔美的柔美 改普派的澎湃 而且哦 它也支持遥控拍照 你在这行 你敲两下 你就可以开始靠到拍照了 如果你是讲OnePlus手机的话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入买这个耳机 因为哦 它一下这样子 不觉得它很靠 真的是很美 我觉得 OK啦 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开箱别的手机吧 那再见 拜拜